今天我們來做玫瑰花 這個玫瑰花它的做法就是 會因為我們不同的緞帶 會做出不一樣的一個形狀 也會做出不一樣的美感 那這個是我現在要示範的做法 做出來的緞帶玫瑰花 這是不一樣的緞帶 做出來的感覺也不一樣 那現在我們要示範的是這一朵 很漂亮的一個玫瑰花 那它的緞帶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示範 首先我們9公分 這個剪9公分我們剪12片 那我們把它分成5片跟7片 那每一片的話我們要來做這樣的造型 好我們現在來示範 那就是做出12片 把它分成5片跟7片 我們先把它這樣對著 然後再對著 這樣對著 那我們會用到熱溶腔 好熱溶腔 這樣子 中間留1公分 中間留1公分 3片 3片 4片 可以先折好 再來上 上膠 好這邊 好這邊 5片做好了 老師繼續做 好等一下把全部做好 我們稍等一下 好我們已經完成7片跟5片 好的一個玫瑰花瓣 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們來做組合 我們先來組合7片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排列好 好 排的話是排到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來一樣把它結好 好這個把它結好 好 結好之後 我們把它捲起來 那捲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 花瓣的話是外面 有沒有像在捲壽司 這樣捲起來 好 最後 好 停一下 我們來做整理 把它撥開 來 我們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裡面的花朵 玫瑰花瓣 好 整理一下花瓣 我們現在來完成外面的花瓣 一樣也是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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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排好 把它釀好 好 好的 花瓣是在外面 好的 好 好 外面的花瓣好了 那 現在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先把這個花瓣黏上去 好,我們就完成了這朵玫瑰花了 那再調整一下 它的玫瑰花瓣 好,那這一朵會比較小 是因為我用9公分 這一朵我用10公分 所以做出來就有大有小 希望你喜歡,謝謝